会不会挡到你 往这边好不好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交通处长 会同基隆计程车工会 车队合作社等代表 在计程车内共同张贴贴纸 向民众宣导春节期间孕驾加成 从1月17号零时开始 到1月29号24时为止 一共13天的时间 每趟次加收30元 北北基同步实施 那我们计程车的一个孕驾的部分 那在春节期间 从1月17号凌晨零时 到1月29号的24时 因为因应春节 我们会每趟每次加收30元 那我们是北北基 三个县市同步 那我们透过这个宣导的一个活动 除了跟市民宣导这个加成以外 也顺便跟大家拜个早年 跟我们计程车的一个驾驶同业工会 车队等互动 那市政府也特别准备了快筛四季 给我们驾驶员的一个好朋友 让他们能做防疫 顾健康 那最后 请代表市政府 祝我们各位市民好朋友 新春愉快 红兔大转 运将好赞 据了解 基隆市计程车是全国非直辖市车辆数最高的县市 在基隆地区扮演通勤重要的交通工具 尤其过去三年疫情期间 计程车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值得各界来肯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